今年是我们福宝的正日,再次祝我们福宝生日快乐。 昨天熊猫中心的滚滚生日季活动我感觉非常成功, 很多关注熊猫的人也在重新认识熊猫中心以及中心的饲养员。 其实每年都是这样举办,中心只是没有宣传罢了。 也正是一位活动的成功,让一部分人又破防了。 但这次破防的不是野粉,是一位弯弯的网友。 他昨天在大熊猫福宝某超发布了一个帖子,随后删除了。 内容建议大家暂停视频观看。 该博主加入大熊猫福宝某超185天, 在某超也只发过两个帖子,平时并不活跃。 就是这样的内容,大熊猫福宝某超还建议他申请做某超的主持人,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 除此之外,一个福宝四岁生日会的热搜又让野粉破防了。 人家说这不是福宝的单独生日会, 搞待遇的时候所有熊猫一视同仁要KPI的时候又把福宝拎出来被骂被攻击, 是中心蹭福宝的流量。 我想问问,你们知道这不是福宝的单独生日会啊, 所以你们把泡菜的周边放到中心的竹筒大蛋糕上是几个意思。 有些人从来认不清自己的定位, 自己挨了骂非要拉着我们福宝,福宝欠你们的呀。 到底是谁送福宝的流量,这个我得好好说道说道。 福宝在怀你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是中心的熊猫, 别说中心没那个预算买热搜, 就算是中心买的又怎么了。 人家自己家的熊猫想眷喘谁就眷喘谁, 你们是福宝的谁, 人家福宝的爸妈都不管, 你们管得着吗? 去年中心的房山基地使用福宝的图片, 你们还大言不惭地让中心去向三星买版权, 你们去问问三星它敢不敢要。 福宝20号生日, 人家中心19号的滚滚生日记, 你们叽叽歪歪挑死中心。 但是19号, 爱宝乐园的综艺节目播出了爱宝乐园为福宝庆生的内容, 这节目就算是当天录当天播那也不是正日, 你们怎么不说呢? 不要太美国标准, 福宝回国三个多月了, 爱宝乐园为了拍电影来拍摄福宝, 19号泡菜TV又播出了泡菜来神书屏拍摄福宝的内容, 不但拍了福宝还拍了中心的其他熊猫以及成都基地的熊猫, 如果是个人博主也就算了, 作为泡菜的官方号, 你们拍摄中国熊猫营类播放, 有向中西和基地买版权吗? 也本一直吹嘘的世界顶流, 浏览量破百万的视频都寥寥无几, 为什么福宝回国了他们还紧抓着不放呢? 甚至隔空为福宝庆生也要摆上乐园的周边, 在泡菜的社交媒体上给福宝庆生的帖子我随意结了几张, 这只是一小部分, 但是前些天怀疑生日, 瑞宝汇宝生日都没有这么热闹, 说明福宝在泡菜的流量是吕寒五只熊猫里最大的, 尽管福宝已经回国, 他们还是不能放过。